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买了电车 他们很想给自己的电车改装 但不知道改什么 又不能刷ECO 也不能改排气 那么电车到底有什么值得改的呢 然后这一期呢 主要就是这台电车的这个改装的内容 首先就是这台车 我当时就贴了一个贴纸 我贴了贴纸之后 我就感觉好像只有哪里不太对劲 然后我就一直找着 我发现就是可能是这个轮毂 就是贴完贴纸之后 就感觉好像不太匹配了 然后我发现一件事 这台车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 刚生产出来没有多久 所以说这台车市面上的改装件 真的是小直又小 可以每一边一边吃 它每次都想黏着我你知道吗 你抛弃它了 你抛弃了我 轮毂一般会有四个 它车子四边都会分布这个重量 但是电车的话它是两吨 你算一下分布到四个角的重量会有多少 然后正常大部分你们买的这些改装呢 包括什么Advain GT啊都是680公斤 也就是说你两吨多的车重 遇到冲击的时候 某个轮子的受力可能就不止600多公斤了 对这个是你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改冷骨的时候 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来来来乖乖乖乖乖乖 我下次会用你的 我当初的就是想 因为这台车是黑色的嘛 既然这台车是黑色的 我整台车都弄成黑色 这不应该很帅呢 然后再往上就找找到了这一套 非常有个性的轮毂 虽然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放车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拿个剪刀 就像这种车型的话 你们选轮毂 可能非常难选 如果你们实在选不到的话 其实就可以选择这种 国产的锻造轮毂 我靠 这包装好帅啊 当当 哇 还蛮帅的感觉 你们可别看这个轮毂长得像井盖 其实我选这款轮毂的原因是因为想致敬一下 这个拉力之王蓝奇亚 是不是很帅 重点是能用原装轮毂 所以也算是合法改装了吧 有感觉可以啊 然后接着改了轮毂之后呢 我们少不了就是避震 然后我发现这台车的避震不好找 我找了一圈 我当时问了TEN的 OLINS的 然后找了一圈发现 对不起 我们没有生产这个车型号的这个避震 然后我就问最后一个就是这个KW 我就问有啊 我们刚好有一套县城你要不要 就拿到了这个 直接从海发运过来的 KW的避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避震里面是讲什么样的 哇靠好好看 哇靠 我完了 我不会弄坏了 KW V3 这个型号呢 主要就是日常开 有支撑 也还蛮舒服的 然后可以偶尔下下赛道 对吧 现在这个原装的避震呢 就是日常开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特别想去跑山嘛 它的支撑可能是需要就进行一个提升 你们投多点这个地对吧 我当时就把这台车改成一台飘鱼车也不错 出发 出发 这是我第一次看电车的这个悬挂结构 其实跟油车没什么区别 然后这也都是铝的 我感觉用的自动比86还要好 而且鲍鱼真的好大一块 待会呢这个原装的避震就要把它给拆下来了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原装的避震是完全可以套到这里面去的 但是它这一个它太小了 最终呢就是问了售后 然后发现说明书上写了 就是这个塔顶是需要去把这个孔给撞大的 又到了动手的时候 我们也要死了 我们是否写的 在一条小的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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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完了那当然是要来到一条非常漂亮的山路 然后来试一试车 真的很漂亮你看 前面有树然后整个路面都是沥青 我最喜欢这条山路 就其实我真的很享受开 就是有驾驶论区的车在山路上去享受 就是你其实并不需要去开的很快 你只需要去慢慢开 然后慢慢感受这个山路的这些挤弯 然后去跟车进行去沟通 我感觉就是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改完之后看一下开起来会有跟之前有什么不同 所以说我就是真的很期待现在 非常期待 我靠 别变 感觉好像就是变了一台车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真的可能是因为前轮就是调了轻角 整台车很愿意入弯 你看前面这个弯 我们慢慢转进去 左岸 很听话 而且讲着就是换了避震之后 就是整台车的它的支撑好强啊真的 圆盘我们转一圈 就是这么稳你受得了吗 虽然说车的支撑好 但是我发现座椅的支撑也很好 我头发已经是飞的了 但是我整个人还是稳稳的被这个座椅给抱住 就很有安全感 我们继续站着 好远 好远啊 我在这个转盘上已经转了十几千了 就我开完这个电脑在山路跑了一小段后 我发现电车跟油车的这种跑上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尤其就是这台车四驱的 快要出万的时候给死 给死的这么一下呢 你们知道吗 就是这里有区别 像油车你一给 你要等撞住起来吗 啊 但是这台车是啊 这就是区别 它就是整个重量是集中在中心 这就是有那种就是超跑的感觉 我之前说电车不是拿来跑赛道的 是拿来日常开的 我现在又要跟证一下 电车不是拿来跑赛道的 是拿来跑上 我买电车 我一定会买一台跟性能 张上边的电车 我不会买一台家用电车 你知道吗 这一台车 我刚开始以为它是一台家用的电车 但我现在发现 这台车太适合改装了 所以说你改了避震之后 只要避震有支撑 然后你调一点点青椒 我就感觉这个车很无敌 我不是电吹 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太牛逼了 我感觉我的GP疙瘩都出来了 刚开始我觉得只是爱了 但是改一改 就感觉真的是换了台车 灵魂都换了 这种就叫玩车 这种就叫驾驶乐趣 这种就叫享受 你看外面的景多漂亮 太漂亮了 好 快醒 我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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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爱上一样 该是那样 然后来的时刻 你写着无法 你写着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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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想 你写着不着 你写着不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